我们谈到了 骨胀的病位在腹部 我们定位 所以实际上虽然出现腹水的病症有很多 但实际上定位就定到这了 肝胆皮的病变 脏腹对吧 而它的部位又在腹部 所以说呢 无腹膜疾病的这种 以肝病 以肝脏的病变表现为主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骨胀 定位的病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谈一下 你在临床上怎么来判断这些问题 了解一下 你这不至于你对了看见一个骨胀 一肚子水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不知道它是啥 你对它的病因病基生成 要有一定的了解 首先我们知道 低代白血症 它是一个什么 血浆胶体渗透压低的问题 你们学过病生应该知道 是吧 就等于我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浆胶体渗透压低了 我留不住这个水了 它可能就跑到外面去了 那么出现肝病或者生病综合症 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生病综合症有大量的淡棉料都排掉了 而这个本身生成和它的消耗 和它露出都是相当多的 对肝硬化来讲 对吧 所以说低代白血症 首先降成胶体渗透压的降低 这是一个形成浮水的原因 磷白液生成的增加 导致尖子胶体渗透压增高了 外面的渗透压增高了 它就把里面的水给拔出去了 对吧 这是一个形成它浮水的一个原因 那么门脉的压力高了 基因肝血流的阻力就升高了 那么它也会由此而流出外面去 门脉压力高 有很多原因 对吧 肝硬化以后可以造成这个门脉压力高 是一个本身病变 那么如果是一个肿瘤 可以形成癌酸等等 癌酸形成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因为癌酸这里的地方压着 浮水很难解决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介入的办法 去把这个癌酸融掉 或者通过介入的方法 把这个地方扩开 把这个血栓拿出来 等等 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做了 那么它由于门脉的压力高 和交感的兴奋活动度高了 所以它也会出现浮水 我们再看 如由于它这个门脉高压 周围血管会扩张 血管的阻力下降 有效血容量也下降 这也是形成浮水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能肾的血管的收缩和滤过功能 收缩功能增强 滤过功能下降 水纳储流等等的原因 都会造成浮水 这是它原因 那么在它 你看我们讲的 这是一个无腐膜疾病的 那同学就会还问 那什么叫有腐膜疾病的呢 你来看 有腐膜疾病的 它可能就是以肾除液为主的 那么它表现的可能就是 一些炎症肿瘤 有化性质 或者包括我们一些狼疮等等 其他的病造成的 寄生虫 对不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肾除液为主的 它是有区别的 而无腐膜性病变出现的 多半是一种漏除液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抽腐水呢 我刚才说到 我们现在很少放腐水 但是我经常也会去抽腐水 我抽腐水是为了检查 为了诊断 对不对 检查的地方我要看什么 要看外观 外观可能是淡黄线 淡黄线 你看就知道 有些是血性的 浓性的 那你得判断 是不是有感染的病变 是不是 有感染的病变 或者有肿瘤的病变 或者有结核的病变 是不是 那么它这些都可以属于炎症的东西 肾除液 它不一样的 比重不同 浑浑也不一样 要送去查生化常规 要查这个生化 还有常规都要做 还要去看什么 我们说还送结核 送肿瘤 送培养 都要送去做检查 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 它到底是一个肾除液 还是一个漏除液 由此对你不太清楚的一些病的诊断上面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说呢 你不要看见一个肚子流水的病人拿去救治 你可能要搞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这个前提下 所以变病变症 要抓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 你们今后学习时候都会认得到 我只是告诉大家 它可能分有无腐磨病变和有腐磨病变 那么它有肾除液和漏除液的区别 因为我们正好讲是鼓障嘛 就是腐水 所以说呢 这些检查 至少你要了解 我有什么手段 可以知道这个病去怎么认识它 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中医所讲的 我们中医要跟一些什么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那么刚才赵华院同学他们跑病房去看 说有个人非常的肿 那这个人肿可能就是什么肿呢 他可能颜面四肢都肿 是吧 也可能肚子也可以肿 因为他要是低战白血症等等也可以肿 是吧 但是他肿的时候和骨胀的肿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一个病 我们说这病人急性 这个人是个急性肾炎 你可能有过感冒 在近两周里面你可能有过感冒的病史 对不对 眼睛如握残状 早上起来眼睛浮肿 这是他的特点 而这是我们股胀所不具有的特点 对不对 肿的特点是不同的 而且他的肩症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出现的脉络暴露 还有颈胸的这些血痣 黄胆等等 我们可以追寻的很多的原因 那么水肿里面可以出现什么 心肌胸闷气喘恶心 呕吐烦 这都是什么 可能出现了这个心肌气喘恶心 这个可能都有这个伴随有水气灵心的表现了 对不对 那么就可能水肿病的时候 它可以影响到什么 可以影响到心脏的 水气灵心可以出现到心脏功能不好的原因了 对不对 可以出现到心脏功能不好了 这时候他可能还不能卧下去了呢 还不能卧下去了 所以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以肾脏 肾阳不足 阳气不振奋的这些表现为主的一些 四岁阳 还有一些消化道方面的一些症状 所以他从肿脏的特点 和他的肩症 以及他的病位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他的病位在肺脾肾 那么你就要了解水肾 水肿 肺脾肾三脏 在水肾代谢里面的重要作用 肺为脏腑子滑钙 对不对 肺为脏腑子滑钙 他们在煮水的运化的过程中间 肺脾肾三脏是联合起来的 协同做的 肺居上胶 输部经验 中胶组运化 运化水肾 下胶组他的开河 他和我们病变的部位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 在于不同的部位 那么他的病理上的间谍 有气质血与水庭 正须护结于腐 而他是一个水师泛滥意义基辅 所以我们看看质责 我们是气质血与水庭 那我们就是利器 活血 利尸 对不对 足水 还有呢 正须护结于腐 我们这种扶正固本的 这个大的原则 对吧 而这个水肿 他可能可以在表 也可以到里去 可以影响到脾 也可以影响到肾 是吧 那么他在表的时候 可能首先起来到肺的时候 就是一个截表为主 是吧 所以他的有发汗 从汗走 从小便走 从公主的地方走 以健脾温胜化瘀 等等的方法 来使他的水师有他的去处 是吧 原则不同 因为这个水肿呢 你们现在还没有讲 是吧 你们还没有讲 你们在后面讲水肿的时候 他是一个重点章节 重点章节 所以你们只要了解到 他的肿胀的特点 和他的病理病位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在学到水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记住他的 主要的 为什么肺脾肾 他一定是在 水师的代谢过程中 起到非常作用 重要的作用 我刚才只是讲到了 他的原则 是吧 考试时候经常会出这样的题 比如说水肿发生的 病因病激是什么 那你就要把肺脾肾的 重要作用把它列出来 就从他的生理开始分析 生理和病理 所以他在用的方计上面 你看我们 木香顺其丸 中卯分销丸 调银汤 以这个补虚为主的 调银汤了 是吧 福生故本了 而他这个月底加猪汤 苏着引子 五菱散 森林白猪散 对吧 你看这个是健体历师 森林白猪散 是个健体历师的 对不对 苏着引子什么 苏着引子 红山玉 麦威参林演资剧 对吧 他这个也是一个 治疗中卍分销的一个东西 你这个月底加猪汤 就是治疗 水水有表症的 这种 这种症状 是吧 所以我们从 这几个部位 这几个 原则上面 来区分一下 股脏和水肿的不同 水肿的不同 首先是 肿脏的地方 肿脏的地方 他们不是 他也可以有 但他不是以腐肿而为 这个 你看他说到扶贫而软 但是实际上就说 在这个水肿的情况下 肚子也可以是出水的 在比较晚期 比如说这个 生命综合症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有水的 但是他的情况 不是以腐水 作为首先表现出来的 可能到比较晚期的病变 不能温虚的时候 而股脏就是以腐水出来的 就是以腐脏出来的 没有这个症就不是他了 是吧 他可能是他的肩症 到某一期的一个肩症的表现 是吧 但从原则上来讲 他从一开始起立 不应该在腐水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可以不在这个地方来出现 当你去认这个病症的时候 是吧 他也不会说 他四肢都很瘦 哪都不肿 就出现了一个肚子骨的时候 那就不是 这一定不是肾病表现的肿 他就是肚子肿的时候 他四肢也会肿 他颜面也会肿 可能肿头就很厉害了 是吧 所以他不是一个蜘蛛骨的那种表现 一定不是 所以说 肩症上面要注意区分他 他的病位不同 病例也不同 所以他的自责也不同 请大家注意 股脏和水肿的区别 在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经常考试 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体验的地方 下面再也需要鉴别的 就是股脏 积聚 皮脉 那么我觉得咱们同学是很爱学习 因为有很多同学给我提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我想了我会在逐渐的在这个讲课中间 可能会跟同学逐渐的去讨论他 那么就会有同学提出来了 皮脉是个什么病 好像这个病 怎么来鉴别呢 尤其是和肌症里面的 剧症怎么来鉴别 对不对 那我想你们讲肌症的时候 应该和皮脉应该有鉴别的 对不对 那么和股脏他怎么来鉴别 主症上面是不一样的 你看腐脏大如骨 因为这就是他主要的表现 不是这个病就不是这个表现了 那么肌症呢 腐中结块或脏或痛 如果他表现的以腐脏大为主的时候 他也可以兼有结块或脏或痛的时候 那他就不是积聚而到骨脏 那么他有病理的变化过程 他就走到了骨脏的这个病 而不能把他变到肌症上面 对吧 所以是不同的病变过程 为什么我们前面反复的强调 他的病理可以从黄胆 积聚协同发展而来 对不对 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发展而来 当肌症出现了这种腐脏大如骨的时候 他就不是肌症 而是骨脏 对吧 是可以相同的 而皮脉呢 是腐中自觉有脏腕自干 我给同学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好理解的 就是胃肠神经关能症 对吧 这个病人经常会觉得 哎呀肚子很胀 吃下去什么东西都不消化 其实检查什么都没有问题 哪怕做胃镜 连胃炎都没有 甚至有些很轻很轻的胃炎 其实我们每个同学去做个胃镜看看 有一个前表性的胃炎 可能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可能这个摸手水果的过程中间 有一些很轻微的一些损伤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 生活有时候不规律等等 可能会有这些 而皮脉有可能什么症状都没有 就是可能什么检查都没有 但他就是感觉到心下胃宛部这个地方 有皮满脏满的不实的感觉 那是按照政治分销里面来讲的 那么就会 政治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说后部里面 他就讲到 他就讲这个皮满的情况 和这个机具怎么来区分呢 比如说剧症 他虽然是脏 但是他起源有误 对吧 那么我们讲到机具 机具 上节课你们刚刚学完机具 剧症以干预为主 是吧 干预 弹结 是吧 那么他可能发展到气质血 于弹结 可能就到机症去了 在他的早期 可能你看看 剧症的两行 是不是 剧是 剧是什么 剧是气质 有形吗 无形 部位呢 不固定 有走不定 对不对 他和机症的区别就在于 那个是有形 这个在血分 固定 对不对 而他是无形 是吧 但是他虽然是无形 但是他只能说是这个病变可能比较早期 他是有病理改变的 而他有可能是觉得皮满 而其中无误 并没有脏满 就是这种脏脏的病变出现 所以他的病肌也是不同的 是吧 你看他这个有恶性偶痛 那呗 可能不伴有这些 他就会经常觉得有点不舒服 未尝神经官能症的病人 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原来我们讲有些人是A型血和B型血 或者有些A型体质和B型体质 对吧 那么这个B型体质 或者他就是这种神经质比较高的人 可能比较敏感 你有个什么事情刺激着他 他就说 他们举个例子 原来有个女孩子说长得很漂亮 应该是一个 这种B的神经质的这种体质吧 A型血和B型血这种分的 那么他就是别人给他男朋友写上信 拿着就举着逗他 没给他 他说你赶紧把信给我看啊 围着桌子转了两圈 你再不给我 我就要这个 我叫我晕倒了 你说那你还能晕倒吗 再想不给就晕倒了 是吧 他就是这种 比较敏感的体质 可能感觉到 我们理解他就是应该在临床 可能体现一种未尝身经关能症 所以说呢 他可能表现得有这些症状 但是不伴有胀疾的这种表现 其实是没有实质的病理改变在里面 是吧 所以他就是一个健脾啊 理气啊 疏导一下就行了 是吧 而激症浮中有结有块呢 就不一样了 我们讲的可能跟剧症可能有点区别 是吧 可能有点鉴别的地方 但是和古脏来讲 就是浮中结块或脏或痛 这是浮中有脏满之感 所以是有区别的 那么从肩症上面 区别就很大了 区别就很大了 所以在皮满上面呢 实际上皮满就是一种自我感觉的症状 所以目前在我们的病理 慢慢就不讲这个章节了 但是有时候会拿出来跟同志们鉴别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激症激聚的前早期的时候 他以肝腻疾间为主 他可能也是以脏为主 然后你也区分不了 他是个脏啊 还是个皮满啊 是一个实质性病变 还是一个观能症 非气质性的病变 是吧 实际上还是需要你结合临床上来进行 变病变症的这种处理 是吧 所以他的主症的区别上面 一个是脏大如骨 一个是有结有块儿或痛 这个时候他有结有块儿的时候 他并不以腹脏大为主 当他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诊断到骨脏了 所以在他不是的时候 表现是他激症的特点 就按他的在血分固定有形 以气血瘀为变症为主 你就这么变就行了 皮满呢 他就是一个自觉有脏满质感 还没有一个实质的气形病变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一个健脾抑气就可以了 所以那在肩症上面 他们也会有一些区别 也会有一些区别 所以我在讲呢 就是说这个 中医的有些症 可能在某些阶段 你要知道就是聚和皮满 或者说是在这个 或者说是在这个 你看这个 矩症的第一行 干预气质第一行 用什么东西来处理啊 用什么方子 木箱顺其散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个木箱顺其散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 骨障的早期 也是用的木箱顺其散 对吧 实际上就是说 它可以 不同的病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可以出现相同的症 我们中医就使证来做的 对不对 你们说 这个地方用木箱顺其散 那个地方也用木箱顺其散 那不是一个病啊 它这不是一个病 它的发展过程 可以有相同的症 只要是同症 就可以取相同的治疗原则 对吧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 它主要的鉴别的地方 就需要跟水肿 是我们应该比较注意的一个病 下面就是和肌症 提满这几个病 你要理解 它的症状和它的病 病基上面是不同的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它的定义 病因病基 诊断要点 和它什么 和它的间别诊断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谈一下它的辩证要点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它的性质 是本须标识 对不对 那所以说 标识 我们刚才说了 气质 血于 水平 是不是 有三者 它一定不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偏于气质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坚证呢 它会有什么样的坚证呢 我请问同学来说的好不好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 罗智利同学 就 哪些 就种种种可以产生 血于 这个有 那个 气质 气质会有些什么坚证 气质的坚证 你能想出来什么 就 两些当中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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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喜欢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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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就 知道是一个帐篷 共穿奴地 是现在就想出来了 是不是 对 那它 鼓部的体质 应该可以 拿什么 气骨 是吧 好 你请坐 首先 它的气质的坚证 我们就想一想 气质是什么样的表现 这就用到你们中医的基础知识了 对不对 中医有气质会是什么呢 雅仙账卖 得爱气则输 是吧 这就是我们 闭上眼睛考虑一下 气质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个 在任何病的任何气质 它都应该是这样的表现 对不对 它不会变出另外一种气质的表现来 两些账来 善太息爱气 得失气后 辅战可能可以缓解 对不对 这是一个什么 白猪索药 乘风破浪的那个房子叫什么 得失气后辅战 是以干预为主的一个 通大便的一个 四位样 白猪 索药 陈皮 记不记得了 我也记不住了 你们想想啊 留给你们一个那个什么 什么 对 痛谢药方 对不对 痛谢药方 所以说要记得啊 那个方子 您常常用的 得失气复战环境 口苦卖悬 这是他的表现 腹部的体增是蓬龙啊 脐突皮光 肚皮发亮 紧绷绷的 因为气脏的比较厉害 有些病人肚脐都突到外面来了 啊 爱气折疏 暗气空空燃 水比较少吧 啊 以气质为主嘛 啊 你敲起来 蹦蹦蹦 全是鼓音 啊 所以称之为气骨 这是偏移气质的情况下 偏移血衣呢 再请一位同学 宗小燕吧 销售 嗯 因为 嗯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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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一派血淤的正向 血淤的正向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啊 协下会有皮块了 气质血淤了 到了这个阶段 所以有面色 还有他可能出一些这些皮疹 可以出一些这个刺利肌腹 可以假错 可以出现手掌那些刺含像肝脏这些表现 还有唇甲指按 所有淤斑的肩症 那么腹部的体征呢 刚才是气骨 现在就是血骨 请坐 腹大肩满 清筋暴露 内有肌块 二暗姿脏满通通 血衣就是固定 是吧 血衣就是固定 气质之后血衣 血衣就是固定 疼有定位 这时候可能会有鸡块 可能有鸡块的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个 查腹部体征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是腹水 如果我要摸肝皮的时候 应该怎么摸 中间这位女同学 你前来说说 我先想查一下肝皮 我现在说一下 我血骨啊 我这刚才肚子里可能有鸡块的呀 那我又不知道有没有 我需要检查一下才知道吧 我不能望而知之为之神啊 只能肚子里有包块 这个可能太神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要查他一下 那现在就 我怎么来检查这个病人 你给我讲讲 嗯 我看你伸出来的是右手 哈哈 那有个左手啊 哈哈 对 刷拳这时记得了 他知道左手托起 还在这 是吧 我可以脱手 比如说这个 是对病人的 在这样躺着 那我可能在这边 我还是在他的右手边啊 永远都在右手边 脱着 手呢 这地方可能卡着啊 拇指可能卡着 在 心气的时候 在吸气的时候摸下去 还是在呼气的时候摸下去 吸气的时候 呼气的时候就会 吸气的时候就会 挖下去 是吧 是 你刚才 不除你吸气 不除你吸气的 对不对 摸平 我摸的时候手放在这边 对不对吧 手放弯的话 不快 这有点臭 应该怎么办 所以也是左手 手在这儿 和那个乐公司材质的 这个方向 这个手这样 融着他的手边 在斜了一步的地方 手这样走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 做法的过程呢 好 你请坐 这个 有需要你注意一个地方呢 就是说 摸干的时候 下来走 是吧 切记 如果我们在骑以上了 我们可能说是中等的大 是吧 如果平骑了 我们可能说是中度的增大 如果超过骑的时候 我们叫它是 重度增大 对吧 可能是要算公分的 是吧 要算了 它多少厘米 从哪形容 是吧 所以说呢 你在 查的时候 切记在 干上摸干 皮上摸皮 这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摸的 部位要比较低 不管你是摸干 也要从底下走 从下部 逐渐往上走 对吧 如果你手一下去 就没有硬的东西碰到 你就可以快点往上上 那么手就这样 不断的动 往上往上走 再去摸到你能 触及到的东西 触及到的东西 那么摸皮的时候 手在左边 当他大的比较少 在雷公眼里的时候 这个病人可以采取什么位置 侧窝 侧窝 没错 左侧 对 左侧 他就回去了 所以要右侧窝 位 右侧窝 位的时候 这样 他翻过来的时候 把手将 把手将顶上去摸 这个时候是 一个 右侧窝 位的 一个检查皮 大的一个 一个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是股胀 如果他还有水的时候呢 你就很难摸到他了 等于叫 触疹不满意 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用冲击的方法 用冲击的方法来做 用冲击的方法来摸 这个办法就是说 要把水顶开来冲击 但是冲击的方法 对病人来讲可能是非常不舒服的 而且万一它是个肝癌 你的手法太狠了 它要是比较大的话 你给它冲破了 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如果实在是摸不清楚 那你就不要摸个问题 我们就会在病例上写一个 肝癖 触疹 不满意 因为它有腹水 那么可能触疹不满意 那么你可以通过什么来确定它呢 B超 CT 等等 一些东西 不要硬去摸它 但是我给大家说 查体征是最考验我们内科医生的一个 最考验内科医生 你查一个病人 四处扣听 全部查下来 你的手段怎么用 是非常考验我们一个医生的 现在我们的医生下到临床 我注意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忙着在那写病例 看看书 翻着写 但是很少去到床边 去看病人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体征 所以到目前为止 如果说我们让一个医生 去看一个病人的心界 把它扣了 按照一个正规的表格 把它写出来 都不会写 所以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 诊断一定要学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跟下课的医生 我讲 我说你带什么书呢 你带一本诊断学 带一本病生 带一本内科学 行啊 天天看 不会就去翻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基础知识 去查病人 查体 问了半天也没问清楚 查体也没搞出来 阳性体证也没看见 遗漏重要阳性体证 不行 一定要抓基本功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血骨 所以检查了以后 这是我们刚才顺带给同学们讲一下 所以按资有机块 这些你要注意的查查 是吧 要注意查 血骨 这是它的特点 偏移血液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下来大家就会知道了 偏移水瓶的时候 那你继续来说 你继续来介绍水瓶的这个建造 因为你坐在正当中 水瓶的建造有什么 比较主要的水瓶的这个建造 水 以水为主了 有什么样的东西 走 周瓶的困房 手掃变堂下肢 就是一种种一种 那他股东的挺真心 这个叫什么 水谷 对 水谷 暗之如南果水 水谷 你按下去 那个水 可能还挖陷了 这就是以水为主 而且有正水因 钻由挖斧 看不起话吧 请话他肚子就是挖起来 挖斧 请坐 腹部壮大 壮如挖斧 斧中有正水因 暗之如南果水 所以称之为水谷 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他的偏于脾气虚呢 有什么症状 脸色伪黄 身皮乏力 哪呆舌少 脾气虚的症状 要记得非常清 是吧 这是咱们在学习基础的时候 中医 中肌 中症 都会反复提到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到 我们的课中间有很多东西 经常重复 经常重复 重复过来 重复过去 可能使同学呢 就是不是特别提得起来性质 但是你要想一想 这些东西不断的重复 你可能就会记住它 去认识它 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对脾气虚就能 一口就说得出来呢 它有什么表现 非常清楚 我一说脾气虚 我就知道它有什么表现 我一说气虚 两虚就有什么表现 知道吗 那我就是在气虚的基础上加上了音虚的表现 对不对 我就这么直观的来推断它 气虚的时候 尾黄 乏力 纳呆死少 舌淡 卖缓 这就是气虚的一个代表的症状 那么音虚上面呢 上面的脾气症状 加上了口干不欲饮 知己不能了 形体消瘦 五心繁热 这些就是音虚的表现 对不对 音虚的表现 各位同学 是不是记得非常准确 我们一想起音虚 气音两虚 就能说出来 它有什么样的表现 对不对 那么这样你非常熟悉 你才能在临床上看到这个病人 有这样的表现 你才能想起来 这个病人有气音两虚的表现了 否则你怎么来认他呢 认不了他的症 是吧 你看 知己不能了 你看见你就知道了 可是如果说我不让你看见 你是不是能够变得非常清楚 能够记得非常准确 是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 可能通过你一个反复的记忆 你就会认准了这个症 这就是我们内科 又不断重复 用前面的基础知识 肝肾瘾虚呢 肝瘾虚头云耳鸣 腰细酸染心态手面 那肝肾瘾虚就出来 是吧 词虑鼻虑 虚血 舌红扫胎 脉虫 这都是典型的 阴虚的表现 是吧 那么肝瘾虚的表现 肝瘾虚的表现 我们是不是能记得非常清楚 那么下次如果我们讲课再提到肝肾瘾虚 那我就一定要请同学起来讲 肝肾瘾虚有什么表现 希望你能够说的非常周全 至少你知道有头晕目全 是不是 腰膝酸软 是不是 要是有个病人让你看病 哎呀我下肢无力 腰膝酸软了 那你肯定给他记 你胜虚啊 是不是 这就是你抓住了他的一个辩证的要点 辩证的要点 所以说我们要对他的一些偏移什么样的虚 我们刚才讲了 他是 虚实夹杂 是不是 虚实夹杂 本虚标识 你怎么来认他的虚 你怎么知道他哪里虚了 这个是你辩证的要点 要抓住的部分 平阳虚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 先想一下 平阳虚会有什么表现 阳虚 一定有胃寒的表现了 对不对 平阳虚 胃寒之了 大便唐博 这就是平阳虚一个典型的 蛇蛋体胖 卖尘系无力 平阳虚的表现 平胜阳虚呢 当然是在平阳虚的技术上加上了 胜阳虚 胜阳虚有什么表现 马上就有同学知道 腰虚酸软 他不但是酸软了 这个时候是光胜虚叫酸软 他要有冷痛了 就像你们要学到金柜里面 就是如坐水中腰 腰重如带五千钱 就像他腰很沉重 就像坐在水里 腰里面捆了五千的 以前古代用的是铜钱 对不对 他挂了五千的那个铜臂 坐在那个地方 你感觉是不是很冷 很沉重 是吧 所以他是腰虚冷痛 还有一些阳尾早蟹 女子月经期短 等等的这些表现 脾阳虚是什么的表现 记住了 脾肾阳虚 在脾阳虚的基础上 加上了肾阳虚 肾阳虚有什么表现 以无力以冷痛为主 所以说抓住了这些辩证要点 你就可以在骨胀的辩证中间 抓住他三个鞋实 来看看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虚 这就是你辩证的要点 对不对 你就抓住了他的本质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会提出我们的治疗原则大法 对吧 食是礼器 利水 化瘀 针对我们三个鞋实 虚呢 温补 脾肾 脂养 干肾 干肾阴虚 还有脾肾不足 是吧 所以要温补 脾养不足 肾养不足 公补兼施啊 那叫软硬兼施 对不对 以邪为主的时候 我们叫公 早期去邪为主 这就上次有个同学给我讲到了 见肝知病 知肝传疲 当先实疲 那为什么你在讲那个黄胆的时候 你知道中胶的作用很大 为什么早期没有运到健脾的作用 对不对 我知道他要传到那儿 那是一个自慰病的思想 但是早期的时候 我以气血为主 我有可能先不补 因为他体质尚渴 是吧 体质尚渴的时候 但是从你一个上功来讲 一个好医生 你要知道他往哪儿走 你有这种预测 那么到了中期 我可能就会把他补上 公补兼施 晚期的时候 我当然以补为主了 一个病人已经病入膏黄了 正须邪恋的时候 你拼命攻他 他正气都顶不住 他邪肝到他 他根本就无力去抵抗外邪出了 那这个时候 你不能以攻为主了 所以这是我们治疗原则 我们讲了前面的 我们现在需要给大家一个病例 你先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病例 讲到的 我要请一位同学来说说 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主述 简单的说一下他的先病史 这就需要你们的诊断知识 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个临床上面 我们的医生下去 如果从一个病例先看起 首先你就要去问病史 你回来就要写病例 这是最基本的 对吧 可是我发现我们问病史 和抓主要的东西来写 先病史的时候 这个环节比较弱 包括你们下去见习同学 刚刚学完中诊 那我他们别的啥也没学 我就说那你们不用写别的 你就给我叫新病人进来看 你帮我写主述和先病史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 因为我病人比较多 我经常就是看的比较 比较慢的时候 我就会写的非常简单 来不及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你在那边给我写哪个字 写的过来看 我如果觉得你写的非常准确 我就要用你的 是吧 所以我就叫他们在练这个功夫 所以主术和先病史 一定要抓的非常准 你才能够变好症 那么根据我们今天呢 你有什么诊断要点 和他的辩证要点 是吧 我希望同学能结合 我们刚才讲的诊断要点 和辩证的要点 把刚要说出来就行了 我们今天没有学到分证论字 我不需要你们谈他 分证论字和用方字 不用我们只需要原则的问题 拿到这个病人 我怎么来想他 好吗 我先请出刘建文同学 你不想讲他的祖术 祖术 是什么 主术是辅诚宣言加速领略 辅诚宣言加速领略 同意吗 同意 我认为他放到不告诉我 就是辅诚宣言加速领略 好 讲一下是限定史 限定史是 患者 一月前 您工作难内 即使您的指数十年加速职业 所以你的限度一定十年加速职业 十年前并放工 即使毛打语 性干颜 经志愿治疗化好转 然后 今年 今年一个月来 因工作难内 让家具 省不明显障 后 亮亮显晓 色黄 上下的工作 连一批花黄 食辣铁 让对堂 行量少不差 现实游户后 低伤 断首 线风 头耳银 要出来 博力 写下账 买期后 商书 欢迎 好吗 真要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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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你看我们查体的在这里 对吧 所以呢 这些就可以把你写到中医的宪政里面 对不对 那就说 首先你的祖数 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 辅账十年 加重一个月 那么我就要围绕了十年来做 十年前 出现 时候出现辅账 肝区不是 对吧 这是十年前的情况 那么经过检查 在哪检查过 这里没有交代 对吧 肯定是经过一些黄胆的肝炎的这些检查 这我们病例不是很全的地方 经过检查 确诊没 急性黄胆性肝炎 经过什么样的治疗呢 不知道 经过住院治疗 有好转 对吧 但是按理想 你就应该写 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到过什么医院 做过什么样的检查 诊断过什么病 用过什么治疗 有没有效果 效果如何 效果有效 还是无效 但是呢 因为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说的 这过程是对的 治疗以后 有好转 那么在近一个月 由于工作劳累 这是诱因啊 对不对 工作劳累 我们刚才说了 接触黄胆股脏 在某些原因的诱导下 有可能复发 加重 发展到股脏 对吧 那么以工作劳累 腹脏加剧 腹部脏大 腹筋暴露 这就是你的主症啊 要出来了 先抓住他的主症 对吧 主症抓住以后 有移动性着因 有腹水 对吧 腹脏大 色腾黄 腹筋起 都起来了 对吧 这是你辩证的主症 在这个情况下 还有什么 肩症 尿量减少 色黄 下肢腹肿 眼睛皮肤发黄 蜡茧 大便唐薄 量少不畅 我后低热 这些肩症 我要请一个同学来分析一下 刚才刘建文同学 把他这个 主术 腺病史 已经讲了 那么我先请一位同学来 讲讲 如果你看这个时候 我抓什么 诊断要点 你只需讲出 诊断要点 林田真同学 首先是补障 诊断到补障 组政 对吧 还得组扎的 补障 补障 腹病经代续扎 生肯皇 对吧 先证 先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偏移有实邪吗 它偏移的虚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抓辩证要点就行了 有请谢兰湘同学 根据火候低烧还有头晕的明腰细酸 协下钢码癌气候烧 可以把它变成为肝胜因虚症 干 gay love 就是现实现正的 刚才有十张 十张 有没有十张 而是这个人完全是一排七的 就变早ということで 有 我们说气自yin 水平三十个 干涉应许有没有同学反对 或者说只有干涉应许 有没有同学有不同意见 请坐 谢兰湘同学的总结有没有不同意见 有没有实证 首先有变他股障有没有实证 有没有气质的实证 是吧 气质的实证首先有辅障 对不对 干区障痛不是 这是一个表现吧 彭隆 彭隆 还有呢 协下障满爱其后烧书 所以你要抓住他的主障 先变出他的实证 那我们再来看 廖量少 色皇室 夏之福总 石纳大简 大便唐伯 廖少不畅 这是什么 匹阳虚 匹阳不足 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呢 我后低热 手足切门 头云乏力 腰虚 腰传乏力 干肾殷殷 对不对 所以西兰湘同学刚才就是说 有干肾殷殷 那么抓住了他这一排的周章 既有皮昂虚又有干肾殷殷 那么他主要的实证上面表现在气质上面 表现在气质上面 对吧 那如果给你个治疗大法 你给我出个大法 你能出吗 治疗大法能出吗 那么这一节这个治疗的情况 我们就留待下节课来讨论 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含义 它的定义 以及它的主要的严格 病因病机 诊断要点 辩证要点 以及我们从西医 怎么来区别它的骨障 腐水的这个要点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病例 也去复习了一下 我们这一科对它的定义的影响 对它一些辩证要点的分析 和治疗大法的原则的掌握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通过分证论治 以及它的一些研究进展 一些病例分析 来进一步加深我们这些课学习 那么治疗大法 由同学们拿 下节课我们讨论完以后 我还会到同学来说的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 下课宝医哪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信息 谢谢观看